闭门思过 西汉汉朝帝的时候 烟人汉延寿在地方担任太守 有一次 他到高宁苑去巡视 遇见有两兄弟向他告掌 哥哥就说 大人 我弟弟 他霸了我的坑地 弟弟就告掌说 大人 这地本来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分给我的 哥哥一点都不讲道理 硬是说分给他 这件事对韩燕受的触动很大 他很惭愧地说 哎呀 我身为太守 地方的长官 没想到不能够教化百姓 导致今天民间发生骨肉伤增 唉 这种情况完全是我的原因 我应该退职仰言 于是乎 韩燕受就推脱说有病 不再处理公务 人和好如初 并且决心痛改前飞 才放下心理 但是 在闭门思过的时候 韩燕受也看到自己身为太守 未能够进入责任的过失 不禁阳天谁女 这个就是闭门思过的故事 它是用来形容做错事情 关起门来反省自己的过错 小朋友 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就要学会闭门思过 反思自己的过错 以后不要再犯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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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